南北草普城隆隧道近来有不少小客车驾驶 不小心把车子开进去地板站而遭到受罚 民众表示由于道路近期正在施工 再加上此路段是一条连续的S型弯道 虽然有设置地板站指引标示 但在转弯处不明显的地方却因此误入受罚 令驾驶相当无奈 从风港方向你转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仔细看你会直接往地板站 对 等我发现了说已经在那个柵欄前面 我刚好紧急刹车不然的话会断掉 受罚的小客车驾驶表示 并非故意行驶到地板站里 会寻管道来申诉 对此台东监理上表示 可知道案的监理单位或是法院 两种管道来做申诉的权利 这些民众最好可以举证 当时行车路换时的影像来佐证 在道路控管上的疏失 就到道案的监理单位去提请这样的一个申诉 那我们会把这个申诉的相关的资料 再转给这个计划单位 再去做审酌的回复 申诉人不符的话 就可以直接再走这个行政救济 行政诉讼的一个救济程序 商工处表示 10月开始执行超普地板站设施 不过造成不少误传的车辆 导致违规 会再加强该路段的日夜间标示 及人员的交管 希望尽量降低类似的违规案件 也请民众行进该路段 放慢车速 注意行车标示 避免受罚 原是新闻无举台东达人 台东市采访